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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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步快點呢?K哥 沒有用過 上一次流亡鼻腹出 他也想用 他誰貼一個大閘 貼一個大閘,然後兩個鼻腹出血 那就要休息了 上一次他休息了130多天 不記得嗎? 差不多 才出生來休息 最前他的狀態不頑皮 最多是覺得身體不是認真 百分百收拾身體而已 只是覺得他的觀感不頑皮 有些火氣,走得挺厲害 上一次跑得不太好 當然,有時也要保留 因為上一次這麼久沒有跑 加上老師傅、盧維德騎 多明利之前那場也跑得很頑皮 平衡邊 不要理他這件事 我們也要計算 一定要 大家跑馬當然有很多想法 我的想法是 上一次打這麼久沒有跑 加上龍岳德跑 雖然跑得不太近 但我也是半信末疑 明白 跑完之後這隻馬 然後做得多 有時不行,有時不能做 然後做得多 一馬跑了一場之後 然後再跑 這隻馬,排位也不錯 他的形勢也不錯 他也是喜歡有馬在前面 他也會縮起來 縮起來 沒錯 以他的能力來說 他也清清楚楚 很厲害的時候 褲子是金龍也不夠鋸 上大回人 對,不是說笑的 差不多這段時候 輕力之成,暗橫也不夠鋸 沒錯 所以這隻步步快 這次可以說他束縮一擊 最重要是不要流鼻血 當然 氣管有血也不要 不然什麼馬也跑不出來了 基哥,夢幻十一很合適 先邊直前也應該合適吧 我想如果單說兩隻馬 就是夢幻十一和先邊直前 如果說狀態的平均 應該是這場最高的兩隻馬 全部都是當起,很重要的 一無進步 近三場,看前三名 但他不再輸給夢幻十八 不要說夢幻十八 拍得很錯 或者狀態不夠長 這次大球差不多綁 差一點吧… 差一點點 他還是盯著你跑 你真的很難… 最後不夠爆 對,不夠他的禮 你看到他… 因為他比較均速的快馬 是 不走也不行,是嗎 如果馬跟他鬥 他跑得快一點 怕會影響一步 斷尾 是嗎 是 好,被人章魚 端兵相接的時候 又怕尾尾幾步 所以這場的形勢 對千兵直前來說 可能會有這麼多妨礙 因為上一次你看到 頭兩段的步速是正常的 但你這次有傾力之成 和牛禎大師 是 很難拖得慢 是 這麼溫速的馬 其實他沒什麼選擇 他還是一定要放頭 才跑得最好 對… 他的位置很謙 一而再… 他這樣跑 可能最後那段最後 也頂不了夢幻十一的衝刺 是 我想這場可能至於上名 如果還有富貴金龍 你覺得新希望會突然回來嗎 我想新希望有一個前輩 教過一些補速的智慧 是 在香港跑一千、一千四 可能是同一種馬 跑到一千、一千四的機會 可能比你跑到一千、一千二和一千四 因為很多時候一千有氣量 有那個速度 你一千四可以回到氣 一個角度 但一千二未必能回到氣 最後最後可能頂不了 新希望看他的賽職 好像是這類馬 即是千、一千、一千 始終好像沒甚麼 你應該怎麼看 我覺得他千、二米的能力 差一點 這個馬的質素 來到這裡也差不多 如果跑千、二米 你已經看過他跑了 他好像跟得吃力一點 回來也不是說到衝得那麼狠 這類馬的衝得那麼狠 除了輕綁 演出穩定之外 也有這麼多 還有看看上次是一千轉回千二 最後也說沿途不順 但這次是第二場千二 看看同身性會如何 還有就是他加上眼罩 這個要看有沒有刺激 這個會有幫助 上季有 會有幫助 大眼罩有Q 會有幫助 但是他這次排在開邊 如果加了眼閘 你不跟也不是 你當然想快一點 但如果跟了快一點 對他走位又不利 這要計算 看看可否好像之前 在三級賽排得好的時候 當然的水準 好, 時間差不多 兩位嘉賓又要分享 基哥先呢 我也是傾向喜歡夢幻十一 是 如果真的要搏一搏的話 那步步快也有點喜歡 某人呢 我想夢幻十一 很多人都喜歡 我先選一句 另外, 希望我靠得 能夠保持狀態 這場可以追得回來 好,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星期這麼精彩 我們當然要見證三貫大賽 對 馬王, 看看可否又誕生 有另一匹就是三貫 即是紅心威龍 另外, 下星期同一時間 就會有浩然接棒 他會說安田紀念 今晚節目時間足夠 謝謝兩位嘉賓 也謝謝大家收看 再見 再見